我们感情再说一下 单纯的讲卦比较高度的抽象 有些人不熟悉 可能不太了解 这个闲卦主要是强调 谨慎再谨慎 那谨慎的是什么呢 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我们感情最重要的是什么 男人看肩膀 女人看眼光 什么意思 这个肩膀上扛的是责任二字 第一 这个男人有能力 能扛得起这份责任 第二 为谁扛 他愿意为你付出 乃至于一切 但是 一定要 顾全大局 双方两个家庭 以及很多事情 他的长远考虑 所以说直男 也没有什么不好 因为他是形势外在 可能会缺少一些点缀 柔和 但杨 男人本身就主刚 他如果说为大的事 即使是小事 他考虑的长远 那这个值得就对 所以后来为什么 这个值男也慢慢翻身了 但刚一翻身又出了一个什么凤凰了 现在人造词造句 真的是 就是说农村走出来的 虽然说也各方面行 但是这个好像感觉还像个农村的 有点一些土气 没有那么时尚 但是这些啊 虽然说难免缺乏一些情调 打情骂俏 但是真正过日子 首先是没问题的 因为过日子不是整天跟你这样 唧唧哈哈 这就能过的 会面对很多事情 两个人一起要 所有的东西都要考虑 还有女人呢 就是眼光 眼光要放亮 不是让你眼睛本身亮 你那个亮 随随便便的放光 就代表你看到这个的时候 你就喜欢 看到什么都想要 轻易就被人家得偿了 你再带一点水汪汪 那叫桃花眼 那个 这代表你很开放 很外向 那个将来很麻烦 不会从一而终的 会一大堆 搞来 东一个西一个 那就没有一个正 仅八百了 你真的要那个的时候 你也要对 女为乐极者容 这些话 真的要好好想一想 你穿的那么漂亮 打扮那么时尚 给谁看呢 只是为了满足自己 那个虚荣心 有什么用吗 有什么好的结果吗 都是招风引蝶 不会有好的 刺场 机场 人的感召 时间长了都是病 只是你 换来的 人家说你好看 然后动这些 歪心思怎么怎么样 你当时不知道 时间长了这些东西 都是有潜在的力量 很麻烦 因为女生啊 你只需要静静的看 一定要静 这个时候 看上去你是被动的 实际上 你只要等那个好的 抓住一个 就可以了 那没有 没有我也认了 我也不是随便的人 最起码 差不多 就可以 所以啊 只要抓住这两点 都是 将来 大差不差 而且现在的这个自由恋爱呀 不要轻易的 多一些 至少朋友的参考 以前是父母之命 微复之言 现在没有过来人 没有一个 替你 什么都能考虑得到的人 所以很多东西 一个人想真的不够 要多方位的 去试探 甚至说有意义的考验 唯一一个 要坚守的 就是 男女的那一层底线 不能突破 什么试婚呢 什么什么 不要搞 很麻烦 你会一辈子忘不了